这个地方当然刚刚我们有把它取消 比如说刚刚有取消的中区跟中区 不过你这个地方可以从筛选的这地方把它再打开来 然后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问题的第13 可以看到这个营业额的百分比各位多少 各位百分比多少 那这边会有一个 刚刚是针对那个产品的部分 去做这个百分比的一个数字 那再来的话 第14 能否同时统计各营业处的业绩及毛利 那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 因为我需要的栏位上方是交易额跟毛利 那再来的话就是区的部分 所以这里的话把年度的部分打勾取消 留下来的是这个营业处跟毛利 那顶多就是在交易额多一个毛利 多一个毛利 那从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产生这个去统计业绩跟毛利部分 我想这部分各位再试试看好了吧 百分比那也把它改为那个一般就可以了 其实可以从那个这个值的栏位设定里面去做一个变更就可以了 本来是刚刚是改成百分比那你也可以再把它改回来变成一般 我想这部分的话呢 苏纽分析表它主要功能大概就是可以快速帮我们分析出一些结果出来 那你只要知道说你要把你要分析的栏位是放在栏还是列里面 然后你要加总或者百分比或者你要做其他计算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快速产生一个简易的报表出来 OK那当然苏纽分析表还蛮方便的 可是它还是有一些限制 因为你做出来资料的话你要再转移 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资料呢 再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通常你复制贴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通常我印象中好像这个地方 你就是另外再开一个新的那个工作表 贴上的时候记得 用那个贴上的时候尽量用那个选择性贴上 贴上值 否则的话我印象中是会比较容易出一些问题 那贴上值之后你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资料呢 再做一些删除的动作 那自己再去做一些相关设定 那这个就是会是一个 一个报表 你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比如说列印啊 或者是说你可以再产生图表 其实这个后续的应用还蛮广泛的 OK那这个地方是讲到 利用那个我们书里面的这14个问题 来使用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 这一个我们再回到 这个 第问题 管家性后面这个 万年例 再来 等一下来看那个第7个单元的万年例部分 那原则上呢 万年例这一题 我们也是会先用那个函数的方式来跟各位做说明 说明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当然也可以写一个VBA的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试看 OK OK OK